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说中国维棋甲级联赛已经创办了14年 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最初应该说它还是一项 基本上局限于国内集团的这样一个赛事 虽然很重要 但是它的影响力还不如现在 经过14年的持续的打造 目前的中国维棋甲级联赛 应该说堪称世界棋坛 或者说国内肯定是最重要的赛事 在世界棋坛也可以称之为 影响力和晋级水平最高的赛事 因为中国国内等级分排在前50位的棋手 基本上都是参加维甲比赛的主力选手 另外就是韩国棋坛排名前10位的棋手 今年有9位都加盟了中国的各级代表队 这样一支队伍应该说 这种水平参赛的选手 在世界上其他的任何一个赛事都打不到 今年的话我们也会在考虑 这个维角联赛本身一些改革措施 包括对各个参赛队伍和参赛起手 也会考虑一些更多的这种奖励 同时来讲我们会对世界冠军 这个维棋争霸赛也会一如既往的扒下去 而且扒得更好 更有心意 说起维甲联赛对中国维棋的贡献 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 维甲为中国的年轻棋手们 提供了一个高水平的练兵场 14年以来从鼓励孔杰为代表的 80后棋手的崛起 到朴温瑶 江维云杰 周瑞阳 十月等90后的拖延而出 再到1996年出生的最年轻的 世界冠军范廷玉 他们都是在维甲当中历经磨练 逐渐的成长起来 那么说到对于年轻棋手的成长 有一个比赛就不得不提 那就是中国围棋的新人王赛 那么新人王赛 实至今日已经发展到的第20个年头 新人王比赛 它在比赛的规则方面 也是不断的发生改变 那么从最早的年龄限制在30岁以下 再到27岁以下 到如今的20岁以下 可以说新人王赛为中国围棋 也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那么从早期的长号 到后来的鼓励孔杰 乃至近段时间连续夺得世界冠军的 周瑞阳 十月和范廷玉 他们都曾经获得新人王赛的冠军 可以说对于年轻棋手来讲 新人王赛就是一个 鲤鱼月龙门的必经之战 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 今年的新人王赛 上周第二十届剑桥杯 中国围棋新人王赛 在中国棋院连战四轮 结果来自上海的 范云若四段 和来自西安的 陶新然四段 成功的会识决赛 这两位小将 都是第一次杀入新人王的决赛 在范廷玉连霸三届 终于破茧成蝶之后 今年的新人王赛 又将迎来一个新的面孔 好 聊过一周的欺人骑士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把眼光 关注到今年的维甲联赛 那么今年的维甲联赛 已经是正式的在杭州 拉开了战幕 那么今年的前两轮 采取的也是赛会制 那么在杭州连战两轮 由于今年有八名 韩国的超级外员加盟 并且也有了一些升巴马 所以整个维甲的格局 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那么当然大家最关注的 还是小李 韩国的李世识 这也是我们中国围棋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也堪称是目前世界上最厉害的围棋高手 那么李世识呢 这次在杭州的两轮表现 可以说都是非常的精彩 他代表升巴马广西华蓝队 那么在首轮比赛当中 是战胜了北京的陈耀叶 那么在第二轮呢 他对阵的是苏波尔杭州队的联校 同样两轮比赛都是主将之战 结果李世识取得了两联胜 可以说为广西华蓝队前两轮比赛 立下了汉马功劳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请出邱丹云和赵首巡 为大家来解说 李世识对联校的这场精彩之战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为大家讲解 2013年经历智能手机杯 中国围棋甲机联赛 第二轮的一盘主将之战 对阵的双方呢 分别是广西华蓝队的李世识九段 和杭州苏博尔队的联校四段 这两位棋手 想必大家对李世识呢 更多了解一些 那么虽然说联校可能没有 李世识那么鼎鼎大名 但是其实他表现非常出色 对 很年轻 在这个去年的时候啊 他可以说是一战成名 这个韩国在去年风头正进呢 应该说不是李世识 是朴婷环风头最近的啊 我用词有点不当 朴婷环呢是在韩国 去年的时候是取代李世识 那占据了韩国排名第一的位置 那联校在对阵朴婷环的对抗中 他是连赢了三盘 非常不容易 而且我觉得朴婷环是一个 很难对付的对手 对 这个足以证明他的实力啊 那联校呢 今年应该是不满20岁 他是94年出生的棋手 所以说 从这两方面来看吧 他应该都是未来非常有潜力的 非常值得我们期待的一个小棋手 是的 那么杭州队呢 其实他还有一名外援叫做罗玄 也是韩国一名新出段吧 对 罗玄应该是比联校还有年轻 罗玄应该是这个95年的 我印象中是 这么小 非常小 但是很厉害 在去年的时候就成绩已经非常好了 而且在国际比赛中都有很不错的表现 因为这个杭州队和广西华兰队碰上的时候 因为他们这个主将是 如果两个都是韩国人的话 就不能相碰 必须要错开 对 所以罗玄这场呢就下了快起 对 他没有下主将 对 除了主将是联校 对 但其实呢 就实力来说 罗玄也不会比联校强 虽然他是韩国外援 但是 对 不是外来的和尚都很会念经 我们中国的联校也很厉害 是的 他今天这盘啊 就像李士时挑战啊 这盘其实应该说是 他 我相信啊 他是很想证明自己的 因为朴婷玄无论如何 朴婷玄这个 虽说是韩国排名第一啊 但是 这个 从世界比赛的成绩来看 和从这个以往的战绩来看 他还是没有办法撼动李士时的这个地位的 对 而且呢 李士时在最新的排名当中 又重返了第一 对 这个第一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对对对 应该客观来讲 还是李士时 当前还是李士时的天下 对 所以说 联校这盘棋呢 还是重新挑战一下 这个第一人 韩国第一人 也是世界第一人 好 我们先来看棋吧 这盘棋是由联校指黑先行的 对 联校又下出了这个中国流 嗯 这盘棋呢 是在杭州下的 因为这是杭州的一个分段赛 之前我想大家也看到了 嗯 这个十二支甲级队伍 在杭州积积积一堂 大家凑在一块下 这个非常重要的联赛 嗯 所以说 这盘棋应该是 也是主场吧 联校算是主场作战吧 对 他们本身是主场还是客场呀 嗯 这一轮应该是 我不太确定 应该是不是主场吧 如果说他是主场的话 我想他可能会派出螺旋 虽然说联校不一定比螺旋差 但是螺旋一上的话 李士时就不能作为主角 李士时就把李士时挤掉了 对 他就不能下主角 上了 有道理有道理 以这个推断来说 我觉得可能是关系的 分析的很有道理 但是就算是广西 本轮应该是广西主场 但实际上是 这个杭州的主场 对 因为在杭州下了 就是在杭州下了 嗯 所以他也占了主场之力 嗯 白七仙小飞了 小飞 对中国流来说 这个小飞 现在也是很常见的一种下法 就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双方这是 各下各的 对 他不着急去挂你啊 去 是的 去打伞你 这个 先手一步 也是很冷静的一手 嗯 因为这个小飞呢 对于这个新卫来说 这是一种很坚实的手法 虽然说这个脚还没有手好 但是自己呢 先把拳头缩回来 待会如果说在这一代 要继续行骑的话 就可以考虑拆到头了 直接可以拆到这儿了 这是 对 经常有人这么下的 对 所以这个先稳手一个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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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属于站稳脚跟 对 然后其实它也是起到了 限制黑棋的这么一个作用 是的 黑棋 在这儿下背一个 嗯 手脚 这个时候李诗诗呢 没有采用这个 比较惯常用的招法 就这样挂过去 然后肩顶跳起来之类的 对 一般来说都是一人走一边 啊 对 你走这边 那我就走下边 这是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或者说是 还有就是说走在这儿 那你连一片 我连一片 这也是比较合乎逻辑的吧 嗯 是 一人走到一边 嗯 那他实战的下法非常有意思 还有一种下法 也给大家提 那个 简单介绍一下吧 就是它 比较常见的 还可以走这儿 哦 那么黑棋 是不是必然会走这儿呢 分头 嗯 分头 对 分头比较多 也有走别的 也有走别的 但是分头比较多 嗯 像一分头 又看着两边都一样 对 这个分头 这个分头 好像特别想下 绝好点 如果被白棋占了的话 白棋这个上下呼应啊 很厉害 嗯 所以说这个属于是 布局中的要点 绝好点 嗯 但这儿一分头之后 白棋在这边啊 不得不说 就是你很难有所作为了 无论是你逼哪边 人家最起码都有一个差二 对 那这就很难有所作为了 呃 所以说 如果走这个手脚的话 当然很常见啊 这个 很多高手都会这么下 呃 但是呢 这个可能 不是李世时所喜欢的一种风格 嗯 就是他李世时是很有追求的 大家 经常看李世时的棋的话 会有一种感觉 他非常 呃 注重这个棋的连贯性 哦 那李世时的棋 其实他的思路是很清晰的 嗯 他这个局部力量 只是他就一种这个展现出来的 一种形式而已 其实他的内在啊 他的这个构思是非常 这个线条是非常清晰的 嗯 那李世时的棋 一般来说 都是要给自己留下一手的 哦 啊 就是他每下一条棋 都是为了今后做准备的 嗯 这是他的一个 我觉得啊 我看他的棋 我觉得体会最深的一个地方 是吧 这好像一般人不太容易看出来 一般人看他的招 就觉得特别狠 表面上看是这样的 但是实际上他是很连贯的 嗯 所以说他这走完这被人一分头 他就没有什么好点可以选了 嗯 他一般来说啊 李世时不会选这样的下法 哦 嗯 所以他没有选择这样的走法 对 他这个非常有意思 他这条棋 下一招啊 有点看上去有点奇葩的一手 在这飞一手 这个手脚 这个手脚是很少见的 我明白 它是什么意思 对 一般来说嘛 这个好形都是手脚加拆边 这个叫 嗯 正常的一个标准的好形 这个是一个标准的好形 对 是的 嗯 但是你想你这两个手脚的搭配就有点问题 比如说这个手脚加拆边 下一招我再守这个 那两边都是好形 我们刚才这个是绝好的骑形 对 但问题是走不成这个样子 对走不成 嗯 你要是拆这个的话 黑旗大概会从上面挂吧 对 黑旗肯定走这个 是 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另外一具棋 他实际上走这个呢 我们为什么说他这招其实看上去就有点挺奇怪的 就是因为你下一招自己都很难在这边走了 就是这个位置就太奇怪了 嗯 这个手脚的位置就太奇怪了 你要走大概只能走这种 但是感觉上啊 就是不是特别好 对 效率不是特别好 嗯 但是他选这个呢 就是还是有道理 就是说 如果对比这个手脚来说 他这个就更没下一手了 人家一分头 嗯 他走这个来说呢 他让你也不舒服 让你也很难选点 就这个时候 大家看黑旗也不是很好选点 嗯 就是说白旗以后在这条边呢 我觉得他可能不太会选择一个 因为这个呢 看起来是一个中心点 两边都拆死 这一拆死 这一拆死 高低配合也挺好 但实际上你想一想呢 他什么也没守着 周图半端 你这个脚也没守住 你这个打入也没守住 对 所以你看起来好的地方 不一定 他实际上是好的 对对对对 将来可能就各手各的了 对 一边一个小肩 是 他就自己守自己的脚去了 嗯 总之这条棋很有意思 嗯 我们可以以后啊 慢慢再分析 他这条棋具体的用意是什么 对 这个很难一下就把它描述清楚 嗯 因为也是 我觉得啊 是在我印象中是 第一次出现的 我是第一次看到的 哦 我还没见过 对 所以说 呃 他的这个具体 他的含义是什么 我们可能以后再慢慢分析 但是最起码他有一点 他不想让你 这个太舒服了 对 这个是走一个变招 嗯 嗯 那么黑棋接下来拆过来 嗯 拆过来 那么白棋 现在呢 白棋 他既然选了这个 他就不准备跟你对围了 嗯 就选了这种两个手脚的下法 大家注意 对 你都是走在比较实惠的地方 嗯 那自然 就是围棋中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 其实也是一种选择啊 就是有得必有失 你选择了 把实际守好 那自然你也会放弃外事 就是他自然 他这个步调就很慢 大家看 这个手脚步调就很慢 虽然你实际守得比较牢 嗯 所以说步调很慢的棋 不适合跟别人大模样对围 对 啊 既然你的步调慢了 你再跟别人对围 那你永远比别人慢一排 这是不合适的 是的 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就没有选择这种 再挂过来 嗯 啊 这种像小老师说 走这个 或者是这样挂脚 跟别人对围 嗯 他不会选这个了 那既然他手脚 啊 我们刚才也说 也是实时很连贯的 嗯 他接下来的下法 一定就是去破坏你的 这个阵势 对 嗯 他走的这个 先二路打路了 对 对 二路倾销 这个时候注意 千万不能挂脚啊 这挂脚就 就不对了 这个太重了 本身一肩顶 嗯 这个就长 嗯 夹过来 插一个吧 对 插一个 插一个 就很好 啊 这两个子 既重 就不能死 然后呢 同时又没有根 嗯 这个就 呃 非常被动 所以说 大家在这个对局的时候 尽量不要下出 这种骑行啊 你要是立二之后 最好就能拆三 不能拆三 最好也能拆个二 嗯 那你什么都没有 被别人走过来的时候 就 嗯 太奇怪了 就像这种新卫 黑棋小飞 然后旁边有个拆的情况下 一般来说 都是选择 从二路倾锋 比较多一点 对 现在他选择的是 二五倾锋 也有二四倾锋的 这两个点都可以 如果二四倾锋的话 呃 黑棋会不会走到外面去啊 呃 对对对 对 这个是 他的选择 还是有道理的 如果二四倾锋的话呢 黑棋一定是走到外面 这个或者这个 但无论走哪个 白棋一定是被迫呀 不是主动的 这个一定要强调一下 但是没办法 被迫要进角 对 那你进角的时候呢 现在局面太空旷了 外面全都是大场 对不对 是的 这边这个拆一个 也是巨大无比的一手 嗯 这边我们刚才说过 白棋 他可能不会去围 但是这个手脚 这个手脚 这都是巨大的大场 嗯 那你在外面 这么空旷的时候 就去掏人家 这个小脚 这肯定是不行的 嗯 对 没错 嗯 但这个不一样 这个的话 你如果还是飞 那么白棋爬 看就活得很舒服了 这个活太大了 对 这一飞 嗯 这个不是普通的活脚 这个是 嗯 非常愉快的 是把你的脚 变成了我的脚 嗯 不是去掏脚 这个这个是 概念有点不同啊 虽然一路之差 这个在这儿呢 就别扭了 嗯 虽然可能也是这样 那就别扭多了 这个位置 效率差很多 对 所以二五清分的时候 黑气很少 几乎是没见过 有从外面飞的 对 没有 基本上就没有 嗯 除非是这个外面巨大 那你这飞住就是空了 那可以 哦 靠住 靠住 白气长一个 白气长 这个可能 有些且我会问 为什么不挖呀 对不对 这个定式书上 不是说挖吗 嗯 你要挖的话 人家当然不会打吃这个了 这样的话 白气就便宜了 对不对 这就 被挖着一下 对 好多了这个 这个是那个白来的 可以说是 把你挤压到里面去了 这个是 呃 不止便宜两目啊 对 这就 黑气就很亏 对 那它一定是吃外面 吃外面 把你这个挖的紫线 给它吃掉 对 这个定式呢 长一点 这摆起来 其实手术有点多 嗯 其实都是很连贯的 我觉得 对 还是比较好记 就我相信大家会 嗯 应该知道这个定式 接下来的进程了 已经是比较古老的一个定式了 对对对 那我们 所以 我们就 就摆到这儿 就以后 不要不要 就不用再摆下去了 因为 相信大家应该会 应该都知道这个定式啊 那么就是黑气会把脚吃得很大 那这个定式呢 现在可以跟大家交代一下 就是 已经 被淘汰了 对对对对 已经非常少见了 嗯 基本上是除非很特殊的场合 很特殊的局面可以下 那白气是不太可能的 脚吃太大了 对 实地损得太多 对 最新的定论是这样说的 这是 嗯 用 国家队这个 虞斌老师的话说啊 这是有人发表过论文的 说这个不行了 这个不能这么下了 淘汰了 对 那既然有权威发表过这个论文 我们就还是相信权威吧 嗯 所以说呢 这个下法以后 大家尽量 要小心 这个要少下 这个不便宜 避免 脚吃太大了 对 他走这个 接上 然后白气拆三 嗯 这个黑气下一步很有意思 对 那如果正常的话呢 其实这个地方基本上高一段落了 嗯 白气这三个子不是很好工 因为它这个位置啊 它看上去拆三 但你打入它就脱过 这没什么 没什么太大问题 对 这边联络没问题 是的 所以说呢 比如说黑气这时候可以手脚啊 这种是 也是比较普通的 对 嗯 这个就比较平和一点 就比较平和 但是年少呢 看起来 觉得这个 好像不攻他一下呢 心有不甘 对 那这个就是要值得注意说的一点啊 就是这个时候白气下一招贴这个特别大 哦 贴起来 对 这个贴起来看上去 嗯 有点俗啊 说实话看上去有点俗 这个在黑气人家这挺厚的地方继续贴 但是呢 它有下一手 你不走 这跳一个太大了 哦 这个跳有先手意味吧 对 这要靠下来 嗯 那黑气这边的这个模样就烟消云散了 就都没有了 所以说黑气可能要跟着走 那你跟着他走 他就很高兴 嗯 不管你是长还是走什么 就算长一个吧 对 就算长一个 那白气这两招棋 就是先手把这块鞋下得 嗯 很 安 安 很坚实 很坚实 对 木数也不小 嗯 所以说这招棋呢 特别大 那黑气他实在 没走这个 我相信他也是 这么考虑的 他怕人家贴他 对对对 比较讨厌白气贴这个 对 所以他要抢肩攻击他一下 不管怎么样 他的拳点走这个 这招棋 大家注意 这招棋很有玄机啊 这招棋 呃 不是那么简单的 那个 呃 一个这个 这个 叫什么 平平淡淡的掉一步 这不是这样的意思 嗯 那么这招棋 白气拖过怎么样呢 哎 这个时候呢 如果拖过 就上当了 这个是黑气最欢迎的下法 如果拖过的话 黑气的下一招 大家注意 千万别往这儿长 嗯 长一个白气就粘上 是吧 呃 长一个白气 可以粘也可以 煎这个 哦 还可以煎一个 对 嗯 这样的话呢 黑气 呃 就粘上 这都可以吧 这样的话 黑气虽然可以把白气头封住啊 但是白气这活的很 很大 而且是先手活 沾这个也行 那黑气的下一手呢 是应该推在这边 啊 长在这边 因为我记得这个旗行很有意思 我就想起来 原来有这么下的 就是先跳这个 啊 对 然后等人家跳的时候 他就 他再去贴 哎 这个好像就还原了 嗯 只是次序不一样 现在黑气先走的是这儿 然后等白气拖过的时候 他再往这儿一长 对 但不管怎么说呢 就是吓成这个样子之后 白气就很难受 嗯 非常难受 这个白气 难以伤口 你非常想吐起来 对不对 这个吐是好行啊 对 谁看着就很 很诱人的一手啊 但是你吐的时候 你被他一冲 这就难受了 嗯 那不能不挡吧 那不能不挡 对 这力也不像话 这力也没活 很委屈 还不活 对 那只有挡 那这一挡 你只能接上 这一接 哎 太舒服了 这个黑气 既厚 然后同时呢 又挤压白气的眼味 你只有吃 这没办法 嗯 大家看这个旗行 就不怎么美观了 刚才看上去 这个虎还挺美观的 让人家一冲一打 就不对了 接下来他再见 是 就是白气会发现 这个费了好大的劲啊 把人家也都吓厚了 自己木树就捞了两木旗 还不活 只有一只眼 只有一只眼 这个太痛苦了 是的 所以说这个旗呢 如果被像这样 就像说的 如果被像这样 那白气就已经没法办了 局部就已经很难办了 你接下来不知道怎么办 对 你接这个 接这个同样是不活 这个局部是一个死刑 这时候黑鞋其实 它可以下的很多了 比如说上面走走 这也可以 飞过来都行 对 这边也行 它就 就算走两下拖鞋 它也便宜多了 因为你的这个贴的 这种好形式 再也下不出来了 对 而且你先把自己 弄得不活了 对 你接来再走一个 如果它很厚的情况 你走都走不活 嗯 还是不活 就是人家杀你的话 你接完了 人家一般你还是不活 所以说这个鞋 就很有问题了 如果接这个就不行 糊这个也不行 那就没 没起下了 就变得一个很尴尬 对 怎么办 所以说这个时候 黑鞋冷静地往回退 是好奇 同样的道理 这跳的时候啊 白鞋不能走这个 对 走这个被人家一贴 这形就坏了 总而言之 你就不能下成 刚才那个样子 对 应该走什么呢 也很简单 你就不要理它就行了 你先就跳出来就行了 看清这两个子啊 就当交换了 你没有它的话 等于黑鞋是这样的 嗯 有了它之后变成这样的 那这个白鞋不亏 嗯 最起码是不亏 对 嗯 留出了一些味道 和将来可以跳回来 嗯 时机好的时候可以跳回来 是的 它这个鞋上 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白鞋不能拖 就跳出来 它先出去 嗯 那么黑鞋 所以大家看这种高手的鞋 还是 他们下的很有道理的 对 就是有的时候 可能鞋友会问 这个怎么看不懂啊 这个不拖过 是什么意思 所以要赵手鞋 给大家讲解一下 大家看明白了 对 我们要分析一下 它这个内在的原因是什么 是的 嗯 现在呢 白鞋跳起来了 嗯 那么黑鞋呢 现在也没工夫去跳 还去吃它这两个字 嗯 这两个显小 对 如果跳下去的话 白鞋是不是可以考虑 从这边怎么走 白鞋可以挂 也可以挂 这都可以 嗯 这主要是小 对 这个不大 对 现在价值太小了 对不起 这就黑鞋跳这个 嗯 起来外面比较大 嗯 白鞋下一招呢 很冷静 还煎一个 嗯 这样鞋就特别好 是的 嗯 体现这个李诗石的境界啊 大家以前都说 李诗石是 这个 僵尸流 我记得有一种说法 说僵尸流 很不礼貌 我觉得对李诗石 这种那个评价很不礼貌 嗯 李诗石的鞋是 呃 非常有思想的 它是一个 我觉得呃 它是一个艺术型的棋手 呃 这怎么变成僵尸流了 这个很奇怪 所以这个东西是见仁见智 对对对对 每个人看一个人的棋 都是不一样的一种理解 对对对 就像每个人看一幅名画 看出来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是的 是的 呃 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在他这个技术点上 他如何用自己强大的力量击溃对手 对 可能更看的更多的是这个 呃 但实际上对他来说 力量只是他这个所有环节中的这个一部分而已 嗯 很小的一部分 占的比例不大 嗯 它是整个这台机器里面的一个小零件而已 其实我想到达李诗石这种境界了之后呢 我们要看到的是他总会有他思维上独特的一面 对 他肯定是有他非常强的那一面 就在思维的连贯性上啊 还有整体的构思上 嗯 他肯定是非常独特而且是非常厉害的 非常厉害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需要学习的地方 只是有些东西呢我们可能看不懂 需要多看一看多琢磨一下 对对对 嗯 以前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李诗石跟孔杰呀 嗯 嗯 下了无数盘都是这个一上来被杀的杀花 孔杰也是很有力量 嗯 那个李诗石一上来就惨不争夺 后面下着下着就就莫名其妙地就翻盘逆转了 啊 经常会有 经常会有 但是在现在的李诗石的棋谱中 大家已经我不知道有没有关注过啊 已经非常非常少了 这样的情况已经非常少了 嗯 这说明他的这个棋也是越来越全面了 对 啊 他这个力量上的优势 我们就说他只是他的一部分而已 嗯 像这盘棋一会儿给大家讲到的 他就下得非常漂亮 嗯 行云流水一般的这个 呃 呃 呃 行骑方式 对就体现出他的这个高人一筹的这个实力 嗯 的确像他 这部棋肩为什么说他好呢 如果你跳就只是单纯的逃跑 嗯 啊 肩呢 他有几个目的 第一个是你下不不走 我这一飞你受不了 啊 这直接把这个子给罩死了 对 那这个你刚才还想攻击我呢 就死进来了就被生吞活泼了 这肯定是吃不消的 啊 就太大了 对 所以说他这个首先是先手 要要明显一点 他是先手 第二点呢 他把子力尽量的倾向于黑棋上方啊 嗯 也是让黑棋这个正式的这个效率 就这个模样的效率 呃 降低了 对 这是他的第二点 嗯 所以说这个要比单纯的跳逃跑要好很多 你跳的话他肯定不理你了 嗯 就是这么简单 你跳的话要么跟着跳 对 要么走别的 他肯定不会理你了 但肩是先手 对 看这种地方的棋 看到这部肩的时候 以为他就是 哎 往中间出个头啊 或者想要跑出去啊 对 其实他是含有很厉害的后招 这个是有玄机的 是一样的啊 这不是走什么差不多 这是绝对不一样的 嗯 黑棋实际上跳下去 嗯 这个不是说捞空的意思 他这是实际上是补棋 啊 它是一种补棋 他这个地方不能不走 对 要不然被刚才这一照 照死了 这个 对 这个思路掉太不敲滑了 对 他下一招棋 这招棋 你敢相信是李氏石下的吗 对不对 要是以前的李氏石 我相信他不会走这个的 对 啊 这也是他现在越来越全面了 我觉得这个李氏石 自从他当年休职啊 回到复出之后啊 嗯 他整个这个棋也好 人也好 都是有了很大的变化 哦 是吗 你觉得从那个时候改变就开始了吗 我感觉是那个时候开始的 是这样的 我是最近才有这种感觉 就最近看他的棋像这种招 你以前都 说不告诉你这棋 白棋是李氏石 你绝对不会猜到是他下的棋 觉得是这样一种感觉 但是最近呢 我觉得他明显是 就像你刚才说的 越来越全面了 确实 最近我们能听到 就是之前我们能听到的 都是李氏石 这个 不光是在棋盘上 就棋盘外的 也全都是跟韩国棋院叫板 然后 这种什么 或者是对什么农心杯那个不满 比赛规则不满 就弃权怎么着的 就都是这种消息 对 现在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李氏石 怎么想为维棋事业 这个普及推广事业 做努力 做贡献 怎么配合韩国棋院 配合赞助商去 去做一些活动 大家都经常能听到这样的消息 我觉得也是他的这个人 也是越来越成熟了 对 其也是更炉火纯心了 这个跳一个 就是 怎么讲呢 我觉得也 如果要开玩笑说 这个李氏石下的话 就是好棋 可能要是我下的话 也许就要被 被这个批评 被骂 说这个太缓了 就是也看是谁来走 但是这条棋 无论如何 它就很体现境界 对 主要是在于什么呢 主要在于这部棋 你下完了之后 你知不知道你究竟 接下来应该干什么 对 如果你知道的话 那你就是李氏石了 对 如果你只是单纯逃跑 这个效率肯定有问题 其实它不用逃跑 这个出头已经还可以了 它已经可以脱线了 但是它要自己走一个 接下来白棋 下一招可能这个就厉害了 这个 基本的一步 就不是鼓起了 我这是一堵墙 现在这是一道墙 这进来就是要攻击你了 所以说黑棋这个手脚也是必然 现在白棋走这个 逼住在这 它也不太计较这个局部的形状 因为觉得好像幸运小飞 然后再加一个大飞 没守住 并不是太好 这样守住了 他现在不太介意这个 这是小问题 他没守住不要紧 你没守住这个问题更严重 那你没守住怎么办 你会守一个吗 这个好像不太像围棋 对不对 你这也不想扑手吧 那你不走 那这个打入厉不厉害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就是他跳的 这个这张鞋 我觉得他厉害的地方 你跳了之后命令你 你必须得补吧 补了之后我这一闭住 你不觉得尴尬吗 走不走 是 所以说这张鞋看上去 没有木 没有价值 但是接下来 他每一张鞋都让你非常难受 对 他这个价值无形中就体现出来了 对 他接下来的每一张鞋 都在体现这部跳的价值 对都在体现这部跳的价值 然后你发现这部跳 越看越有价值 越看越有用 越看越好 对 这高手的鞋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对 这连下他没办法 还是不能补啊 这补太难看了 就不能抢下围棋 实在是不太像棋 有毛病也没办法 他就先抢 当然这个也是巨大的 这双方小长啊 是 自己扩张 也是叫白棋 但是这个厉害 打入厉害 而且打入完了之后呢 不光光是对这个子有压力 对这边有接应 而且呢这个他还要要挟你 再走这个 这招棋是一个温应手 他的意思就是先考验你走什么 你如果冲这个 那么接下来他这招棋是一个绝对先手 小尖一个 他可以不走 他先不告诉你我走什么 但这是先手 他这个呢也是先手 这你不走他冲过来 然后这穿了 把黑鞋打穿了 也受不了 就是这个人你也很难受啊 你也得补 他可以先不走了 这边很多这个借用 他先不走了 那他我估计他是会走这种 就震过来去发行猛攻 或者走这个 对 由于白棋在这一带 有各种各样的先手 长了尖了 各种跳了之后 然后发现这两个子就越来 看着越来越薄 越来越薄 对你这两个子就很尴尬 这个其实子力没少花 走了两个了已经 但是呢眼位没有 非常重 就接下来你肯定会被欺负 他死是不可能的 但是肯定会被欺负 这效率就成问题了 而且在你这两个子逃亡的途中 无形中可能把它外面撞厚 或者是把脚撞实 刚才小老师说的 这个脚不是配置不好吗 那现在我不觉得它配置不好啊 现在你一走我就非常好 对不对 你一跳我这点完了之后捡回来 我就变成非常好的结构 对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意图 你如果拐这个 这个不得不说 这招其实木树是损的 如果拐这个它已经便宜到了 它再考虑是不是要补一个 或者是怎么连 对 这个是他问一下 因为将来毕竟有这种勾回来的可能 对 然后不勾回来 我就捡一个你这个木树也受损 这个是一个现实的损墓 如果说你刚才冲在这儿呢 你以后这里是可以拖过的 但是你走在这儿 你明显拖不过了 拖了你一长再弯回去了 对 这是已经现实的了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 黑棋他其实难受 他非常难受 联校也是很有血性的一个棋手啊 其实他看着文质彬彬的 他在这个网络上 那个一城网上 那个名气很大的一个账号 是吗 大刀向前冲 这也是在这里小小的报个料 相信其有可能都知道 经常上网的可能都知道 大刀向前冲 但是这个大刀向前冲 也有其有跟我说 说这是谁啊 就问我 说这人不靠谱 有的时候吓得特别好 谁都能赢 有的时候吓得不好了 谁也敢输 说这个也太不靠谱了 不是很稳定是吧 对 我就这个 在偷笑 我说这个脸笑同学 就是这样 这个我觉得是年轻棋手的一个特点 对 不管怎么说成长路上总是会这样的 是是是 那这条棋就很有血性的一手 它就是什么意思 你不是要问我应手吗 我还要问你呢 你走什么 对不对 你要是连回来 那好 那我就算了 那我就忍一忍过去了 嗯 对 这个地方你厉害 我认怂了 那你要是 比如怎么反击 那么我就直接把你冲死 我就不去这儿 因为你现在走这个是不太成立的 你现在走这个我就反手把你冲断了 对 这白起不行 这白起不行 是 所以说 他这个就是 也是思路上也很好吧 对 大家有的时候看棋谱啊 可能看不懂 这在干什么呢 这飞一个之后怎么还能 都先走这个是什么意思 乱糟糟的 下面都是 其实都很有道理的 这肯定是一种反击的态度 就是不甘被人家白白欺负 对 你首先你要看懂 飞一个什么意思 是 他难受在什么地方 黑棋为什么难受 对 所以说接下来你才能理解 他为什么要反击 那接下来你还会理解 白起为什么要反击 这个时候白起也挺难受 是 所以说白起实战 他又反击 他走这个 挑一个 这个就是双方在这一带 展开针锋相对 针锋相对 这个下得很棒啊 应该说是 这个思想思维的碰撞 也是围棋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没错 围棋叫手弹嘛 像这个就属于弹不拢了 这个直播双 没有达成 开打 对对对 他冲这个 冲过来 很有道理的 你既然不连 那么你不给我面子 我就要惩罚你冲过来 是 然后白起也加一个 白起呢 李世实他很灵活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 他只要达到目的 这个局部的利益是小问题 再冲一下 再冲 对 这个都是把黑棋走中 然后再跳在外面 对 再跳过来 这个跳呢 是决心 不走的话 这一顶就出问题了 对 断的时候接上 尝一气 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 这个时候他其实特别想走这个 顶这个是吧 那黑棋 如果断 这是白棋最理想的变化图 但问题是 这样他就随便下 外面随便攻你 这个太厚了 不要乱打 你可以不打 这不打 我不打的话 我这两个打都是先手 你打的话 这个就暴露目标了 你就已经先告诉人家 走什么是不好的 但这个是白棋的最理想的结果 白棋通过气两个子 外面先手封的铁后 那再攻黑棋 这个受不了 但问题就只是一个理想 对 这只是你的梦想而已 那你如果顶这个 这个黑棋肯定是 跳出来反击 这个大家看 白棋是连回了两个子 但是牺牲了两块棋 这个是有点不能接受 然后黑棋就冲过来就行了 对 接下来你发现 这上下两块棋 好像必死一块了 这个受不了了 所以说 虽然白棋想顶 对 但是他 那个 还是 这个是不行的 这个对手也是很强的 不能这么欺负人 跳一个 跳在这 这是先手 可以去打这个 下一招 他是走在这 对 这招棋又是好棋 为什么说他是好棋呢 这部棋 这部棋 就是他实际上是一种 攻守兼背吧 攻守兼背的一手 如果走在这 这个呢 当然是就是 看上去 对黑棋就威胁更大了 但是实际上 这个地方有毛病 它可以靠出来 它这个刺是先手 大家可以看成这样 这个先手 这靠出来 白棋有点不好抵挡 挺难受的 挺难受 它又不刺这个 有点是 它不刺这个 你更难受 所以这个棋型 看起来白棋是有缺陷的 是吧 对白棋有缺陷 那它一旦走活了之后 你这个弱点就暴露出来了 那这不是 它这个先以退为进 它先缩回来一下 把拳头缩回来 离你远远的 离你远一点 那这个地方呢 穿是不成立的 穿它就一路冲过来 那它 你这块更重嘛 是 对 但是 就是 同样攻击的时候 它把自己的这个毛病 就保护得更好 是的 所以攻击别人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不要暴露自己的弱点 要不然你一旦 你说你吃掉人家两个 这好像不太现实 你吃不掉的后果 一下子就发现自己很薄 对对对 那这部棋呢 李世世下在这里 接下来 黑棋要如何处理这两个字 这是一个疑问 我们呢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呢 继续欣赏这盘精彩的对局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欣赏 2013年 精力智能手机杯 中国维席甲机联赛的第二轮 这盘棋呢 是由李世时 对正联校 刚才呢 给大家讲解到这一步 就是白棋在这大跳一个 下面就是黑棋该如何处理 这个 这两颗棋子的问题了 他得逃跑啊 不然被人家再照一个 那就真麻烦了 这条棋啊 也很好 这条棋大家注意 这不是那么简单的 就是这个 这个 单纯出逃吧 我们刚才刚讲过 你如果直接穿这个的话 比如说你这个 这个看上去是你先生 穿这个 穿这个 他一路冲过来 这个黑棋不行 嗯 就要被冲破了 你这不能上面都写了不行 对 就直接穿也是一样 他就这样冲过来就不行 他这个有了这个之后 下一招穿就厉害了 嗯 有个帮手 对 有个帮手 那你要如果直接补呢 那他就这个跳着 这个棋形它是很好的 这个肩和飞都先手 就是他就肩一下 你无论做什么 白棋对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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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反正无论你呃哪边吧 他这个是先手 嗯 这个棋形很完整 没有人的弱点 对对对对 你这逃不断的都是 飞一下也行 对这个黑棋可以顺利的出头 嗯 出头之后呢 其实白棋就有点落空 嗯 就是没有公道东西 这是黑棋的一个想法 对 那接下来李适时下一手啊 又是让人大跌眼镜 哈哈 很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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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李适时的棋 大家看他还有一个特点 一个我们刚才讲过 他比较连贯啊 对 思路连贯 他其实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你想占他便宜的时候 是很难走到的 嗯 大家就会发现 他绝对不会老老实实的顺着你的意思去走 是的 他总是给你这个出各种考题 嗯 提问 而且他的棋呢 我觉得比较自由 很多招你可能想不出来 你想不出来 你不会往那边想 对 你想都想不到的地方 他就敢下 这儿 挤一个 他一直在追求这个最高的效率 这是李适时本质上啊 是他最大的特点 嗯 他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地方他要补 对不对 我们刚才说了 你不补有毛病 嗯 但是你要补呢 单纯的补呢 效率太低 他又不肯 嗯 他是希望能够最高效率的去补 对 去占这个 这个时候黑棋 如果想阻度的话 你立下去肯定被断掉了 嗯 你如果想阻度呢 只有打持 但这个打持 这个下不出手 这个下不出手 你这打一下 这个脚上全都卖实了 对 已经被起了 这个自身的外面的习行啊 眼卫啊什么的都一塌糊涂 对 所以他基本上是不太贵大了 他不能走 他只有单走这个不上面 然后人家度过了 然后把这个度过 嗯 这个白棋连得很舒服啊 连得很舒服 连带幕 这个 就是啊 自己又带着这个厚薄 嗯 把自己都连上了 应该是 呃 非常愉快吧 嗯 现在黑棋 我看黑棋在这儿 小鲜 白棋肩 黑棋冲 冲 对 你如果冲断 断掉 比如说你这只好补一个 嗯 我补一个 那这样我再去跑 打吃一个 怎么再跑 这样先把你断了再说 然后白棋也很薄 把你一起揪住 把你一起揪住 是 但李时时呢 很有意思 李时时他 又灵活了 那时候 他连冲都不冲你 还冲都不冲 我走这儿 把自己外面走好 对 你不是要连吗 嗯 嗯 那请便 这就是单关联络 是的 效率非常的低 嗯 所以说 你连可以 但是 对不起 木属不给你 你是单关 是的 你要在这方 一二三连下三 包括这个的话 就连下四手 那算是这个连下五手 嗯 来看这五手棋 没有一木棋 没走到一木棋 黑棋 白棋这个 这两周 已经是 收获非常大了 对了 不仅如此 这招棋 这招棋 都是走在外面的 嗯 走在外面的棋子 大家说 虽然暂时看不见木 但是总是 有效率的 嗯 它总有发挥 它效率的一天 没错 嗯 所以说这个呢 嗯 就是很好的一种思路 对 白棋下的挺好的 确实 不一定拧着它来 但是就是 让它连可以 它先脱了一下 在这 对 先脱了一下 交换了一下 然后再拉回去 没办法 只好连回来 嗯 嗯 这我觉得白棋下的 很舒畅 总体来说 对 然后外面 这块棋的头 也出得很好 也不惧怕 以后 黑棋对它有什么 特别厉害的攻击 对 就这个棋下到这儿啊 虽然不能说白棋优势 有多么大 但是从进程上来看 明显就感觉出来 白棋的这个棋子的效率 要比黑棋要高 对 白棋每招棋放在棋盘上 都是挺有价值的 黑棋有几招棋 就别扭 这几招棋 看上去效率就不太高 现在它好不容易都连上了 但是这个每连一步 一幕都没有 全部都是单独 就是这样 很痛苦 而且白棋的棋子呢 都走在外面 好 现在呢 白棋脱脚 真的 你就是这个时候 从点目来说 看不出白棋的优势 但是这个进程上来看 明显是白棋要占优 那么这个机会 随着进程的推进 越下了后半盘 白棋这个优势 越能体现出来 当然你要有这个实力 把这个优势体现出来 你把握住蔡希 白棋这一连串的下法 这个很常见了 我们就不多讲了 在外面加了一下 这个是什么思路 我们还是要讲 它这个思路 就是今天这盘棋 其实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李世时 它的这种运营 就是对局面的一种掌控 我觉得是 可能更多要给大家 聊聊这方面的话题 因为我们以前 就是对李世时的这个熟识 可能大多数都是 因为它的这个力量 比如说 尤其是它跟古力 那一下 就是激情四射 俩人就是杀了天昏地暗 这都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场面 但实际上这盘棋 恰恰体现出了 李世时的另一面 对 它对这个局面的掌控 是非常强的 对局面的理解 它是怎么去运营这个局面呢 这一点也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没错 接下来我们来看 说这几招棋为什么好呢 其实这一块棋 白棋 这一块棋 它不能是后视 它还是有点薄 它有点薄 而且这个地方如果 黑棋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这样的冲击 下在他的腰眼 对 很难受 你这补 这个有点太难看 而且也没做出眼了 人家一间 你们还没眼吗 你要是补在这种地方呢 这这显然欠夸端 这块棋呢 实际上是有点薄的 它不是很厚 那你如果要是 被黑棋先动手的话 你这薄味就体现出来了 对 它先问你怎么办 你就难受了 该问你出牌 你怎么办 它实战 白棋这个下法呢 我们看啊 它没有直接的去补 它没有说 我去怎么补一个 补个方 或者往这跳一个 按说这也是一手棋 它不这样下 它的方式是间接的去补 它对那边是有照应 对 在这个地方走了几个棋子 对这边本身 就是一种照应 第二个是 把你这个子给拽出来了 敌人的薄棋 就是对我方 一种支援 对一种支援 对对对 而且你这个很舒服 就很顺畅 你比如说你往上跳一个 你要出头吧 那我就跳一个 那我就差不多连上了已经 对对对 这两个子不还是美好吗 是的 这没价值 而且你跳再多 你看看这个在等着你呢 没有眼 虽然说前下的棋 全部变成好棋了 对 所以黑棋 所以黑棋走这个 这个也不舒服 说实话 没什么木 这招棋 拆个小一 没什么价值 但是它也是不好下 它就是也得做活 这个子 毕竟是 虽然是你先拆的 我现在毕竟是 人家外面子多 能夹着你 对 就这样的话 大家看白棋 就达到了一个目的 它其实没有划手术 它没有花一手棋 特别的 就是强调这块棋的薄味 自己去补 但是实际上 它起到了 补棋的这种效果 没错 等于说 它省出了这个 补棋的这一手棋 对 它省出这手棋 放在这个地方了 放在更有价值的地方了 对 这就是我觉得 就是我们 非常需要学习的地方 它的一种思路 对 运营 要先 要去跳 然后它很坚实地 把这个脚 把这个脚守住 对 这个脚守住 其实 怎么讲 本身一个是木树大 再一个 如果木树的话 这个也挺大 这个也挺大 这个脚 黑棋一走就活了 但是呢 相比来说 这个带着厚薄的 这个是没厚薄 这个这块棋 白棋这块棋 是活贴的 对 贴厚 无论你掏成什么样 你就威胁不着它 但这个如果被黑棋 掏了的话 白棋这个脚呢 就没有那么厚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在选择 这个 大小的时候 比大小的时候 要注意的一点 不仅仅是木树 还要考虑到后报 是的 黑棋接下来 黑棋搬这个 我觉得这条棋 可能是黑棋 趁着白棋这条棋 先缓一步的时候 你不是捞一步木吗 我就要追究一下 你的这个跑 赶紧先动手 赶紧先动手 因为你不先动手的话 人家就会先动手 就来不及了 或者是走这个 我觉得 或者是激进一点 就走这个 反正得赶紧想点办法 这个地方 靠还是挺厉害的 不得不说 这靠段还是挺厉害的 对 白棋这个 这条线一分段的话 白棋要在这个黑棋 这里面去做活 那就有点苦 这很厚 黑棋里面太厚了 其实我觉得 你这小尖一个 他也不知道 应该怎么赢 小尖一个 白棋 你这两个子掉了 木树也挺大的 有点心疼 小尖一个呢 唯一担心的 就是他有可能 脱先了 对脱先了 或者是这种就弃了 就这样 对 就这是个判断问题 不知道大不大 小尖一个是 判断不清楚 到底是大还是不大 但是你 无论是小尖也好 还是走这个也好 这个都是必须要走 这个肯定是正确的方向 得赶紧 追击这块棋 对 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现在黑棋选择了 上面活脚 曲目 曲目 这个是单纯的曲目 对 没有什么作用的 这个现在白棋脱先了 本来这个定势呢 应该立掉 然后挡住 然后他先保留 先保留 你怎么办 你应该坐活吧 从道理上来说 应该坐活吧 对 应该二路飞一个 这个很小 这步棋很小 走这个的话 比如说白棋就 他可以考虑把这个靠过来 这比较狠啊 就是这样的话 白棋可能中间还 隐约围出点木来 假如说黑棋搬的话 你是不是打算断了它 对 就打算断了它 我估计是 你敢搬我 断这个 因为这个黑棋 在这 都是人家的援兵 你这个作战肯定不利 对 然后稳健一点的话 就拆一个 这也很大 总之你走这个 这个白棋是欢迎的 你这个小啊 这招棋没什么木 我这底下都漏着风呢 对不对 这只是单纯做活 那人家每招棋 大家看我们分析 人家每招棋都是 既那个破着空 又照顾着后保 都是一子多用 你每招棋都是下这种 单纯的做活 单纯的做活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黑棋这个时候 开始着急了 他着急了 这个时候他来 他走着 慢了一拍 慢了一拍 应该走不着了 这个 是的 白棋根本就不硬 他见底 这个太大了 那个黑棋整体不活呀 是的 黑棋冲这个 冲一个 黑棋也是没办法 各走各的吧 现在冲断 这个地方应该说 黑棋收获 倒是也是有的 对 看起来黑棋 把棋子都下到外面去了 但是白棋呢 赶紧把这个挤了 连回来 白棋就是很简单 他问你你接不接 你如果接的话 那他就先手把这个拽回来了 是 我估计白棋 就两种 一种就是直接长出来 这个黑棋也是作战 这很难 我估计理事实会长 还有一种就是 还是我说 就把这个靠一靠 走走 把自己这块棋走走唱 就行 就温和一点 温和一点 黑棋这个 已经没下着木 对 白棋这块棋 现在我尖了之后 我也活了 这个黑棋 也不怎么好 所以说他这个 他也不肯接 着急了 他像联校 很着急 他不肯那个什么 单纯的去联 往这儿飞出来 对 往这儿飞 白棋下得很稳健 他就在底下扳 他也不跟你吵 也不跟你闹 这个是非常 非常稳的一首 是啊 白棋现在思路 就非常清楚了 你这个又走了 一大堆单关 什么没走着 那我这又是 每招棋都捞着木上的 我只要这块棋 安全处理 那么黑棋 又是落空 是 黑棋必须得追击 对 他也不知道 到底应该从哪方面 开始追击 从这儿走吧 也走不出木 从那儿走 也走不出木 黑棋不能乱追击的 这个如果从这个方向追击 追完了之后 你小心啊 那儿还有个段 这个牵着个段 所以说这个黑棋 所以他没办法 他就走这个 黑棋就连 他也不出乱 不去搞你了 如果按照 对 再贴一个 这看上去挺舒服 但其实自己 这个还要好手连 然后他就跳出来 这白棋下得 很行云流水 他就顺着你走 你要割断我 我就底下搬一个 你要攻击我 我就逃跑 然后把自己跳回来 最主要的是 他掌握着这个 这个关键点 这个重心在哪 他自己心里很清楚 对 这点在他手里 牢牢掌握住就行了 你得心里明白 我这么下 我这棋就已经好了 可以领先了就行了 对 不需要太狠 是的 黑棋跳这个 走这个 没办法 他这块棋不活 是啊 白棋先立了一下 他先立了一下 是不 小尖 他好像是把这个 长出来了吧 嗯 他说的就是定型 这长很厉害 这个很严厉 这长的时候 黑棋能不能靠住它呀 这儿 比如说这样怎么样 靠住 应该也行吧 但是你靠的话 它是不是直接就冲过来了 哦 已经冲过来了 那就已经连回去了 这儿 那不行 你这个只能粘 靠不住 那只能这样飞一个 这飞一个意外地发现 这两个子 反正有好的手段 嗯 他先靠了这个 然后黑棋 护住 这没有办法 这不会挖了受不了 对 然后再一靠 这个实战的结果呢 是 其实黑棋也是可以接受 实战下出的一个结果 嗯 只能说是李适时还是比较 这个 他还是比较清楚 下的比较清楚 对 他就算了 实战是这样的 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扮这个 断一个 对 这个白棋应该说收获也不是很大 他挤这个 嗯 然后打吃 打吃 形成一个转换 对 这个白棋木树上是亏了 应该说 不仅是不便宜 是亏了 嗯 这只吃了两个子的五木棋 那黑棋把这个一吃 这将来这个飞下来 也变得很大 嗯 这木树亏了 但是他把这两个子吃了 不要紧 大家看 他这块其实已经彻底的铁厚了 两只眼看得特清楚 对 然后接下来 他再把这个地方 他是把吃吧 他又把自己去下的铁厚 对对对 他把这个地方再全部下厚 提了 把一切不安定因素 都给消灭了 对 再一户 这连木 然后带 度过 对对对 这个时候呢 其实形势来说 就已经 黑棋就已经 非常地难了 已经不太好下了 不太行了 因为这个时候黑棋全盘啊 木树上 黑棋是没有什么优势的 嗯 那黑棋这块棋 显然是很薄 就非常薄的 它是 嵌棋的 而白棋呢 像这种地方 你点木 你不能给它点上木 但是它实际上都是有很大潜力的 但是它随便走一个 你说你能走哪 你走在哪 你是没木的 它随便走一个 就是十几木棋 这都是白棋的潜力 嗯 所以说这个棋是黑棋有薄味 白棋有厚味 这个棋 黑棋太难受了 是 所以这个黑棋 已经非常困难了 现在跳下去 它是走的 拆的 嗯 这个是先手 好 白棋先刺它一下 嗯 这是形状 白棋把这个就简单的一火 这是先手 嗯 黑棋得补脚 黑棋 黑棋是走这个 嗯 是的 白棋是把这个 冲 挡住 它先打了一下 嗯 这个次序 接上 对 它在把这个接 其实白棋就特别简单啊 是 就是把自己这个 全都连连好 它就达到目的了 它没有没有 那么高的理想 对 没有要求说 做点别的事 什么事 对 然后黑棋是 护了 做这个吧 嗯 护了打掉 打 白棋就接上 嗯 接上 然后黑棋好像是贴的 对 贴的 啊 黑棋没办法 黑棋这个整体不活 它一定得连啊 嗯 这是没有办法的 接下来白棋又特别稳健 打吃 它这个 这个地方啊 它是有断点的 是的 是的 啊 断点呢 它其实本身就 你补的话 可能这样补是比较 大众化的 普通 但是它这个打吃 它先便宜你一下 你就沾上的话 它可能再考虑补补补补 对 因为不沾嘛 你总不敢来断这个 你断 把脚全都断死了 白棋自身的结材太多了 随便这个地方 怎么打吃点 对 全都是结 各种都是先手 这个黑棋 这结肯定是打不起的 是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那等于 你这个结打不起 那等于这个白棋就连上了 嗯 它还是走了 就飞了一个 对 这个其实挺奇怪的 不知道应该怎么走 可能在这 他想在这儿 破一破人家的空 他可能 他因为他不走呢 被人家是不是 直接到这儿了 还是 不是 他这整体不活 对啊 他总得走一个 但是你走 他走也不知道该走什么 他拆下可能拆不到这儿 这就要一点 就飞下去了 对 这好像他觉得危险 嗯 但走这个说实话 也是真正是奇怪 也挺怪的 就是太厚了 就是说白了 就是白了太厚了 是 那你这早点是欠奇 这个地方早晚得连一个 他走这个 然后黑棋还是得补齐 在这儿 嗯 这几个 这等于就是连 连 嗯 连 那么这个时候白棋 拐了一下 嗯 好像是把这个脱过了吧 脱过了 这脱过之后 其实这个木树白棋 就已经明显领先了 是 下得特别厚实 嗯 这白就领先 因为将来粘是先手 你看这还得连 对 嗯 还有不得不说的是 这个脚上啊 现在黑棋是欠手棋的 对 其实他现在是一个打结杀 打结杀 他没空去补 但是他现在你不能粘吧 你粘这个 你粘这个肯定是后手了 人家从这边连回来了 嗯 他不可能去补这个 嗯 那个本身木就不够了 这个还 走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是 所以他这个也是 只能假装看不见了 在寻求点机会 对 他实在是脱了 希望是对手 看不见这个 对 那白棋呢 搬下去 跟他打结 对 这个这个很大 这是逆收 你不走的话 白棋这个是先手 是 先手手关 他就拖这个 但这个白棋 历史实看得非常清楚啊 嗯 之前黑棋还先团打了一下 在这 在这打 打过一个 他这个很有意思 打的机会很有意思 他拖完了团打 嗯 然后走呢 也许是读秒了 我估计 有可能 打吃 打吃 白棋扑 这个地方要扑 如果单打就没起了 别说 扑 扑你如果提 他打 如果这个结 你打不过 你沾上的话 他这一跑出起了 嗯 所以大家看 这个地方是很 很巧妙的局部 是的 那一扑就是打结 黑棋先提结 白棋断打 这都是顺手的剪裁 白棋走了 是 黑棋 黑棋打吃 这个结 黑棋不能打输啊 这个结 黑棋打输 损失太惨重了 抓过去 这墨树 显然没法看 对对对 如果你要是 比如说被人家提了 你只好沾上的话 比如说你没结了 你收过关 被人提了 你只好沾上 那这个局部 亏损太大了 对 而且这底下 还有一个度过 这简直是 残忍度这部书 所以说黑棋提 这个结他不能打败 那其实这个时候 白棋 如果说他 他那个 他实际走的这个 这个是太温柔了 这个就是 什么都不跟你争了 我等于没找结一样的 其实他可以 比如说提个结都行 提结的话 黑棋可以立 这局部进货 他这个好的下法是搬这个 搬这个局部 是个打结杀 这个局部原来是 应该搬的是吧 对 如果你提的话 它立 这局部它就活了 这个疏忽了 对 你搬挡住之后再提 是这样 这局部是一个打结杀 对对对 那这个不是连环节吗 大家 非常简单的道理 这个连环节 黑就死了 你这个角死了 还吓什么 对不对 这地方你拖过再大 拖过木树再大 它也就是 不到20木而已吧 那个角快30木了 对 这个转换就不成其为转换 但白棋下的很温柔 对 但是白棋这个角它都不吃 这个角是稳吃的 大家看 这是连环节 他就提了一个 他提了 黑棋接上 接上 他就把这个吃了 把这个吃了 已经 不能再比这个更温柔了 对对对 下的已经是最稳的下法了 是的 然后黑棋好像是在这 他拼命抢控在这 他就把这个 再补一下 再加一刀 因为按说肯定是这个也大一点 就木树来说 对 这个大一点 他就下得最稳的 对 黑棋还是在这拱了几个 他先跳了一下 跳这个 然后白棋冲 挡住 顶打 要不然容易被人家一顶就断掉了 对 他就顶打 是 黑棋团队 踢截 这样下来 这个黑棋看来还是看见这个问题 肯定是看见 对 他看见这大截了 我还以为这棋是直接提一个 原来是要先扳 是吧 这大截 对 次序应该是先扳 要不然被他立下去 就成了那个什么 这样后来又下了几步 踢掉 踢掉 然后白棋就把这个沾上 他这个找截 简直是 不能比这更稳健 对 这不算找截 这就是手手关 黑棋得沾上 他也不肯说 你沾一个跟他交换 这个不像话 然后沾的时候 白棋提这个 黑棋找截 在这 顶音 对 挡住 其实黑棋这也 已经是一种挣扎了 因为这个时候 显然局势是非常不利了 这个已经 白棋又下得特别稳健 其实不是截的问题 这酷不高 最主要的是 这跟截没关系 还有挤这个 而且挤这个的时候 黑棋还没连上 他只能站在这 要不然你站在这的话 被人家挤 从这挤断了 从这挤断了 这个地方也挤了 再挤 就是黑棋之前的棋行 太有问题了 走的 对 不太好 不太好 对 但是沾的这个 沾这个已经很勉强了 现在 沾这个 沾这个的意思 就是这样的 他沾这个 这个地方显然欠个断 对吧 但是你如果敢断我 我就给你开截 虽然是大龙打击活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 就是最后一搏 然后黑棋搬这个 断 阶上 这个时候倒是 也没有续截了 白棋是这样的 就是 就是说白棋连这个脑筋 都不跟他动了 如果断的话呢 就有个这个断 对 就有一个 底下有个打击 有个打击 他就不动脑筋了 就这个地方 他觉得怎么安全运转 这个怎么就行了 那就不去杀你了 黑棋体积 白棋有几下 黑棋站上 这个已经很勉强了 挣扎的 这也是联赛的一个特点 我发现 他击打这个 白棋提掉 提一下 再提 提了 它好像是扳了一个 对 这个斑是致命的一手 这个 让他 这个厉害 这个你如果挡 无法抵挡 那我再一提 那么下一招就把你轰干净了 你如果提这个 那就不客气了 对不起了 我就把你断死了 那么这时候 其实也是宣告黑棋的 这个判了黑棋死刑 应该说 这一招一招 他现在走这个 对 他挖尸的 这一打 接上 接上再一打 下这儿 这个连向老师中判认输了 他还走了一个 还走了一个 还挺了一下 坚持了一下 他还很不甘心 他还是 就说明 这个分析他的心态 他是非常想赢的 没错 这个时候 如果再走 就打结火 这个结又是无忧结 对白棋来说 又是无忧结 而且这个地方 人家挤在这儿 你如果提呢 他团 你如果断呢 他团打 这个地方 还有毛病 他也没接上 就是 毛病太多了 实在乱不行了 真是没法中 控也不够 最主要的是 控都不够了 对 那么这盘棋 其实就是 从竞争上来看 黑棋没有什么 机会的一盘 对 应该是机会 不明显 就是李适时 确实是下得太好了 对 尤其我觉得 值得我们学习的 有几点 第一点就是 他这个 应该是这个跳 他还记得吗 无奇自补 小尖完了 跳也 剪完了再跳 对 这步棋 看上去很缓 但实际上 瞄着你这个的毛病 你补这个 他再一逼住 你这个棋型又难受了 就是他是一个 这个 让你看上去 他自己缓了一步 但接下来 让你处处别扭 让你怎么下 你都觉得难受 对 怎么下都难受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几过 效率非常的高 这个地方 这种招法 是不太容易想得到 对 它这个 不是单纯的补棋 而是用这种手法去补 把这个效率下到最高 然后 在这一代呢 他就是很理所当然的 就让黑棋 这个 单关联啊 白棋 这一代的下法 我觉得是 很体现出李适时的 这个状态 这盘棋确实下得太棒了 对 好 我们的讲解呢 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感谢赵世勋五段和球章一二段的精彩简说 那么这一期的顶级赛事文凭论道节目呢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各位亲密的关注和支持 观众朋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再见